台客劇場的尾牙一直拖到今天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導演很想起 如何送給大家一個五星級的尾牙 並且又讓公司省錢又環保 今天我們要用人家不要的剩菜 給米其林大廚幫我們搬鬥 台客 透過這個網站來找人家不要的食材 我們到了嗎? 還沒 等一下,我們還有人 覺得這個米其林師傅可以變出什麼 茶也可以做料理 茶也可以做菜 怕是他們自己泡的 對啊,但是里長伯下午要來喝下午茶 沒有茶有點尷尬 所以剛剛那個APP是整理所有食物銀行 對,它是一個共享的平台 那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裡面沒有食物? 因為他們是比較小型的 受到的捐贈比較少 一個餐廳是怎麼拿到米其林? 不是在賣輪胎嗎? 對 那他要鼓勵大家多開車嘛 那他們就會有一批人 偷偷的到各地的餐廳去吃 然後給他評比 Chef Andre 他幾顆星? Chef Andre 他本身是三星的廚師 但是他在台灣的這個餐廳是二星餐廳 所以我們今天要吃的是江振成的 我們要吃 你現在才知道 這是假的 超讚的耶 比目魚應該蠻有趣的 冰淇淋加魚 雞腳巧克力 不好意思,請問你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嗎? 我們想要拿一些剩菜回去煮飯 這個是食物銀行嗎? 我們沒有直接就是這樣子 就是任意供應 主要是先提供給需要的家庭 或者是社區的長輩 或是兒童之類的 所以如果你們有其他額外的需要 需要跟我們先寫申請單 那我們有多的物資 我們就可以通知你們來拿 剛剛其實我非常衝動 因為裡面的食材真的蠻好的 要留給比較需要的人 這個故事怎麼解下去啊? 打電話跟竹竹講 我們拿不到食物耶 就只好自己買一些回去煮 只好老闆自己出錢 還是有沒有什麼食物銀行啊? 真的是太多食物了 怕浪費食物 就是任何人拿他們都很感謝 我有看到一個他那邊好像食物蠻多的 我們就拿那些快要過期的 對,我們不浪費食物 老闆繼續小氣 為了節省一點預算 我們還是做個檢驗好了 你們的食物都是從哪邊來的啊? 賣場他們要下架的物資 就給我們啊 那如果我們現在跟你拿六人份的東西 會對不起之後會拿的人嗎?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東西很多 假如沒有去跟這幾家賣場拿東西的話 他就等於是廚餘嘛 賣場他每個月大概有2500到3000公斤 然後我們學校營養午餐的那個備份的飯菜 每天都有300公斤以上 因為他們的冰箱裡面的東西太多了 類型太多人了 還是約廚廚自己來挑 阿伯很緊張 萬一拍到賣場唱標 怕以後下架食品就不捐給他們了 這個好耶 一包夠了 夾白菜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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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一直都focus在台灣味 我們所有的食材都要用本地的食材 然後我們找了很多很多本地的食材 農夫會告訴我們說 我這是小日本的 我這個是賣給資本的 對 表示說是好的 好的東西 對 然後我們沒有在本地買 就是說好的都拿去其他的國家買 對 所以我覺得很可惜 怎麼樣吃越在地的食材 越重要 因為他就少了這些運送 那其實你就是在減少這些食物的浪費 第一次走進二星的米其林餐廳 但因為我們是用下架的食品 還是會有懷疑 雖然是明星大廚 老大回來了 而且他有親手為我們做菜 很多美食愛好者 也不見得有這種難得的機會 真的是看不出來是快要被丟掉的食材 還好你現在沒有吃素 我可能素食企劃要再delay一下 剛剛好耶 Chef煮菜一點都不浪費 你們看看他的廚餘桶 只有這樣 去骨還可以熬湯 我拿好了 直接就是骨還烏湯 尤其一些原本 可能大家會把他丟掉的 其實這些根是最多味道的 為什麼江振成是台灣首位米其林大廚 跟他超高標準以及注重細節的個性有關 當然也有他周到的料理哲學 例如一點都不浪費 我把我們剛剛剩的一點點那個 菇 切碎了然後炸 加一點胡椒鹽 請試看 謝謝 好吃耶 好棒喔 對不要浪費 這應該會是我一生吃過最厲害的一餐 不用花錢又可以跟團隊分享 不過有點緊張 因為有人遲到 再五分鐘尾牙就要開始了 這邊你要定位 要半年到一年才定得到 而且主廚啊 全世界有十個餐廳 所以他每個月來台灣只有一兩天 所以他時間蠻寶貴的 可是你的時間更寶貴 耶 這個如果Chef沒有煮 很有可能他就是被浪費掉 很有可能就變廚餘了 謝謝你 不客氣 幫我們準備我們的尾牙 法國開動怎麼講 Bon Appetit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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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醬好厲害 我很怕以後吃不到 真的 把這些食材增加好多價值 這餐有超越美味的感動 因為Chef用人家不要的食材 變出無價值的美味 讓我心裡滿滿有希望 我原本都會以為說 好吃的東西可能 一定要買 就是 食材一定要很棒 其實是靠 就是下廚 主廚的實力 這樣我們以後我們的 菜錢就會比較便宜 菜錢會變便宜一點 對不對 那個醬汁太 很棒 太難忘了 我吃那個魚的時候 我整個就嚇到 哇 好嫩喔 真的完全已經忘記 他已經是 就是我們今天去拿那些 聖餐 就你根本不會想到 都是食物銀行 要丟掉的才做 根本吃不出來啊 吃不出來 看了不起眼的東西 可能就要被浪費掉 但是實際上 他真的還是可以再被利用 實際上是 他是好的 我們這個社會 真的太多浪費 太多資源了 對 最不起眼的 就真的是那個香菇醬 因為它黑黑一朵 吃下去 哇塞 你知道你現在講話 都有那個香菇味 真正付錢的客人要來了 那我們就先走吧 吃飽了嗎 吃飽了 我一進到這個餐廳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哇 這是一個好高級的餐廳喔 米其林 然後我心裡就會想說 啊 一個大廚 為什麼會願意 就是用即將快要壞掉的食材 來煮東西 就怎麼會有勇氣 對不對 怎麼會有勇氣 可是吃的時候 就真的嚇一跳 覺得說 哇 那些魚啊 還有雞 還是好嫩喔 還是好新鮮 好新鮮 當然不能講是哪一個超市 但是是一個很普通的超市 剩下過期的菜 對 所以就是透過他的手 真的都變得非常好 Alchemist 可以把很普通的金屬 變成黃金 今天有見證它的過程 讓我發現 常常不是需要更多或更好的資源 而是需要更先進的思維 跟我說 用藏你 跟你們說 我們可以買到 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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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不到 買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